在多个社团团体支持下 一号下午县议员许子方也来到了花莲县选委会进行登记 并提出了十大政见 为了提升花莲的地方经济 许子方表示将要大力推动项弄经济学 从项弄出发 完善基础建设 进而带动花莲的经济发展 在多个社会团体的支持之下 是来到了花莲县选举委员会 进行20届议员的参选登记 他也很感谢陪着他来登记的乡亲 和长期支持的姐妹们 还有各界的理事长 以及始终的好朋友 继续支持他参选花莲县议员 各界的理事长 以及市中监莫贴 来力挺子方参选县议员 子方一直以来都是相亲的麦克风 民意及先锋 一直是子方的写照跟日常 这次子方提出了十项的政见 我要说从我们花莲的 要提升我们花莲的地方经济 子方一定要大力推动 项弄经济学 温热就是要顾到所有我们相亲的生活品质 完善的基础建设 进而推动到我们花莲的经济 子方从上任到现在两年两个月 我当作戏迷在这儿了 真的不管是大小的会刊 不管是大小的会议 不管是大小的基础建设 子方都全力以赴的去 全力支持跟争取 为了就是要让我们花莲的相亲 有更好更好的生活品质 许子方表示身为相亲的麦克风 民意及先锋 一直以来就是她的写照 更是她的日常 此次提出的十大政见 为了提升花莲的地方经济 将大力推动项弄经济学 从项弄出发 完善我们的基础建设 进而带动花莲的经济发展 记者凌杰花莲采访报道